科学有很深的造语,未来,又算是梁启超的大题词,张军曼,张军曼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宪法,在这个草夷宪法的时候,它是主要的草夷宪法,他从这个德国的,那么也重新就在1923年,就很重要的这个年,就在清华,提出一个人生观的问题, 他的人生观提出以后,文智辉,丁文江,和我们的地质学家,就批评他讲人生观,提出了科学观,就说什么人生观,哲学,这些都会过时的,只要是通过科学,通过西方的科学理性,将来这些,现在我们不懂的都可以懂, 所以,张军曼和丁文江是有很大的辨论,在当时最大的辨论是通过电台,收音机,是全国的一个大的辨论,这是有名的科玄论战,玄就玄学就玄,就叫人生观,科学。 那么,再有呢,因为在西方学这个,这个理想主义,黑格尔,康德,理想主义,这个叫贺林,很有名的学, 这一批人,我刚刚提到,梁树敏,雄施丽,张军脉,贺林,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在北大宏友兰,这一批人就在1919到1949这段时间,要通过对于儒家传统的一种认识,要重建中国哲学。 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儒学复兴,就是现代,京东马连战争以后,这个整个中国文化,已经被很残破的时候,他们要来重新的儒学复兴,这是第一代理。 所以我回到东海的时候,我讲那个,文化认同,你社会变迁,我要考虑这个儒学复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课题。 从1949到1979,也就是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这个30年,在中国大陆没有儒学研究的空间,即使像冯友兰,他完全认同,儒学在一段时间,在文革的时候,写了一本题叫《论苦秋》, 海外大家看的也是觉得很震撼,完全是以这个强烈批评的文章,这个方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他完全认同毛泽东的斗争者,儒家讲的这一套老板故事,真正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必须走一条革命路线。 这一套老板故事代表的精神价值,是范川人。儒家呢,是一个小龙经济,现在我们要铺面化,他是一个家族社会,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市民社会。 儒家就是权威政治,我们现在要讲民主政治。儒家不注视科学,不注视科学的创造性,儒家是狭隘的南清中心主义。 所有儒家封建的领土,基本上冯友兰那个《问孔秋》是非常狠的,对儒家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所以在1949到1979中国大陆,基本上,如果谈到儒家不是一个父母。 那么这个传统,复兴的传统,就在香港和台湾。香港就是信仰,信仰书院,主要是钱穆,还有唐军义。 台湾呢,主要是徐富冠和某珠山。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方东北教授。 他们这五位,影响极大。那么在台湾和香港进行一个文化复兴运动。 到了这个1979年以后,我们就说这个,应该算,就算是感觉开放的。 那么从1979年以后,我们就到80年代。80年代那个情形全变了。 这个儒学复兴的问题,儒学复兴第一个呢,在海外。 当然台湾、香港没话说。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就是日本。 韩国、新加坡、北美,从事儒学研究,各方面的人非常多。 唯一的对儒学的研究不太重视,就是中国大陆。 可是这个大陆的情况,从80年开始也准备能做改变。 最关键的,在这1989年以后,比如九十年代,儒学在中国大陆以后,大家非常快。 在1989年,我感触很深,就写了一篇文章。 英文名叫Culture Channel,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国,以边缘为重心。 有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 大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看这个地板。 它有机关报,叫Deadless。 影响比较大。 它这个Deadless,就准备组织一组的这个文章,来讨论我咬皮的那种问题。 文化中国的观点。 那么,后来就出了一专号。以后,Stanford大学把这个专号的任务呢,出了专书。 这个专书的名字,大家有兴趣吗?叫做The Living Tree,就长青树。 下面呢,就是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就是作为中国的意义。 在这个二十世纪,有很多的论文集中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文化中国,这个专年的提出。 所以很多人,我是特别和这个文化中国的论语,一切关系。 不过,严格的说,像文化中国这个观念,我们现在有些人很注意,首发权,谁最早想出来的。 在六十年代,就是我来美国留学的六十年代。 有一批在马来西亚,以及华人,马来西亚的这个年轻人呢, 他有在,特别是在像槟城,那个叫中灵中学。 那个语言的水平非常高。 在很多地方可以跟那个尔伦纳父争相,水平非常高的作用。 那么他们这一批呢,就到台湾去念书。 他们到台湾,这些都马来人,因为他在马来西亚长大了,马来人。 可是呢,他认同是认同中国。 他当然不会认同台湾的政权,也基本上不可能认同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完全反抗。 所以他认同了,他们就提出观念,我们认同是文化的中国。 不是一个政治中国,不是一个经济中国,是文化的。 是文化的。 后来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傅伟勋。 很可惜他没有到七十岁就过去。 他写的一本书,这个论文集,就叫《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 或者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央。 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打开这个台湾两岸,这个文化交流。 在台湾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戒严的时代。 台湾戒严的时代,就特别中国大陆的任何信息都不能进去。 反共的运动都不能讲。 在那个氛围之中,只有在文化的领域里面交流有可能性。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书,希望造成了这个两岸的交流。 我在1989年,写那个《Cultural China》,文化中央的文章。 当然,是受到了傅伟勋,还有以前的法拉西亚的一些学生的影响。 但是我毕竟问题的看法比较不同。 我把它的范围比较扩大。 所以现在一般讲说,是我提出这个观点。 我也能接受。 那么,因为这个观念,就关于文化中央的这个观念, 从这个80年代提出以后,已经开过很多很多的会议。 在美国的国际会议,就大概七八个。 在台湾开过,在香港开过,在中国大陆开过很多。 那么,如果你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的话,就很快地知道这个大的论所。 所以不要在这边重复。 可是我简单地说,把这个文化中央国认为有三个,有相互影响,但是又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 我们叫做象征的世界。 symbolic universe,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澳门和新加坡。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主要是由这个汉党所组成社。 这是我的第一个议世界。 本来我认为,讲清楚了,大家知道从文化上, 这不是一个政治观点,是文化观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有误会,所以我要说问题。 比如说,余英什先生最近,他以前批评过, 最近想重复了一条观念,说不太赞成杜教授文化中央的观念, 因为他太突出中国大陆,把台湾和香港当作第二个议世界, 把中国大陆当作第一个议世界。 这个基本上是误读。 我从来对这个,我的观念很清楚。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 都是算第一个议世界。 所以第一个议世界呢,就非常复杂。 随随便讲一讲。 第一个呢,就必须要把五十六种民族, 包括在文化中国方面。 用文化中国的时候,比如说是五十六种像, 像这个,藏包,维吾尔,苗族,纳西, 全部要包括在内。 如果你不包括在内,你只是汉人的世界, 那这个是很相爱的一个观念。 不是一个汉人的世界。 那么要包括在内的,很重要,很值得注意, 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们是讲的, 各种民族吧,少数的民族只有百分之七八。 但是以中国的人口, 那就是有八千万到上亿的人口。 所以我们至少知道这个回族吧, 就是讲汉语的这个务势领, 大概有八百万到一千万。 如果再加上维吾尔族的话,那就是人数相比多。 当然最大的少数民应该是壮族, 但他不该是, 跟这个普通的汉人几乎没什么分别。 但是其他各种不同的, 有语言的。 大半都不一定有书写语言, 有书写语言的, 比如说纳西。 现在我做豪博研究社长的时候, 特别致志,研究纳西的这个语言。 那个语言大家都看到, 那个文字, 象形文字都看到, 太精彩了, 都关于这个占卜有关系的东西。 反正是非常丰富的内容, 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中文的观念, 第一个意识节目, 要包括这些。 在中间的那个矛盾冲突是很大的。 我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关于台湾。 台湾在五六十年, 因为我在小学, 我身在昆明, 从四九以后在台湾, 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一年, 十三年的时间。 在台湾呢, 在我长大了那段时间, 我是台湾人, 我当然是中国人。 那么后来, 在台湾独立运动, 民进党发展, 我是台湾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国人。 那么现在呢, 我是台湾人, 我肯定不是中国人。 这个人数已经超出百分之七八十了。 那么就是说,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国人。 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的认同和中国人的认同, 基本上分开。 那马来西亚人。 那马来西亚人, 说我是马来西亚人, 那我当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认同文化中国, 因为我是华人。 所以这个两个观念, 英文里面就一个字, Chinese, 中文里面有中国人, 一个是华人。 以前中国人这个观念, 是包括了文化、族群各方面, 就是很广义的。 你只要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系的, 西藏人也是中国人, 维吾尔族也中国人, 台湾人、香港人, 这些都中国人。 一点我也有什么。 但是当台湾的民进党开始, 把中国人的观念把它政治化以后, 那就说是, 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华人。 比如吕秀莲也是哈佛的, 我绝对不是中国人。 那你是不是华人? 那我怎么不是华人? 我又不是日本人。 那么华人和中国人, 华人变成文化和族群, 中国人变成一个政治。 这越来越明显, 这是一个字的考虑。 以前香港, 我香港人和中国人, 从来没有出任何问题。 最近三五年, 特别三五年, 十年, 可谓港人, 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大问题。 我相信你有从香港来, 我最近对香港问题也特别有兴趣。 在1984年, 我在香港那个时候, 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 刚才讨论回归的时候, 我在香港做了一次报道的英文。 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记者, 叫秦家聪, Friend Two, 他就提出指引。 他说, 我没有要认识香港人, 我没有要认识成为中国人, 我可以认识成为韩国人。 我可以认识成为韩国人, 我可以认识成为澳大利亚。 我说, 哪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想认识成为英文。 你会有选择。 非常明显 港人现在的观念出现了 很明显的,跟北京 我是香港人,我不是北京 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说矛盾充足 非常一种异化感,非常有趣 这个当然和很不健康的语言暴力有关系 像你骂我的是狗,我骂你们是蝗虫 但是里面开始有很多矛盾冲突的情况出现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香港人绝对是Chinese,绝对是华人 可是这个问题,如果你对文化认同有兴趣的话 你考虑这个问题,你要注意到 语言的复杂性 比如说是刘尊义 他是以前Stanford大学的教授 经济学的教授,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 他说要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化 现在一讲国际化的话,用英文就国际化 就要香港大学的教授 多半最好用英文讲课,发表用英文发表 在学校中文大学的教授